这个小女孩太厉害了 竟然连胜日本韩国两名围棋高手 获得了国际围棋交流赛的总冠军 奖杯一个 奖金20万元 回到家里 小家伙张嘴就问 爷爷 奶奶给我买的奶杯呢 拿了大奖不关心 关注点竟然在她的奶杯上 这瞌睡小冠军真是半点名利心都没有啊 倒得沈老爷子哭笑不得 看来我们的小肉去参加比赛 就真的只是为了打败小日子啊 被小家伙这样一问 老头突然想了起来 好像是把奶杯搞忘了 怪孙女 爷爷忘记把你的饭碗放哪儿了 都怪爷爷 好伤心 那可是奶奶买的漂亮杯子 沈一心口微微一震 脑子里突然闪现出 第一次见到小汉包的样子 那是他什么都没有 只有可怜的小命一条 狗言惨喘地活在那无人问津的大深山里 如今他特别爱惜自己的物品 衣服脏了会难过 杯子丢又会伤心 如此懂得珍惜爱他的人给予的一切 这种懂事是被曾经的无助教会的 沈一连忙安慰宣保 小汉包 杯子没丢 放在车上拿 白净一秒懂儿子的意思 立刻附和道 对 杯子没丢 等会吃了晚饭 叫保镖去给宣保拿过来 小家伙闻言 顿时笑出了甜甜的酒窝 还学着大人的样子拍了拍小胸脯 还好还好 宝贝杯子没丢 吓死宝宝了 小家伙除了吃就试睡 一点都不关心自己得了个什么奖 沈志泽立刻掏出手机给保镖发了条信息 小丫头的奶杯丢了 马上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 不约而同的 沈一也掏出手机给保镖发了一条同样的信息 张小花 我妹的奶杯丢了 马上去买一个一样的回来 另一头 保镖几乎是同时收到了父子俩的消息 她一看内容 顿时给为难住了 总裁让我买一个 少爷让我买一个 一加一等于二 那就是买两个 很快沈家四小只也放学回家了 得知小妹凯旋归来 一下就围了上来 小轩妹妹是不是冠军 是不是冠军呀 我不知道 我在睡觉 还好奶杯没睡丢 沈小四嫌弃的挤开了沈小五 那还又问 小轩轩肯定是冠军 我赌十个辣条 小东西 二哥教你的手势 有没有冲小日子做 表情到位没 听小二哥这样一问 小六当场就朝全家人竖起了钟指 我赢了没向小日子做这个手势 他向我投降了 脚枪不杀 看入神剧里的台词 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飙了出来 还结合得毫无违和感 眼见儿子教了小家伙不该教的东西 小二夫妻俩顿时来了个混合双打 臭小子 有你这样娇妹妹的 疲养了是不是 妈我过来 下次我换个手势 宝贝 这个手势以后可不能再做了 这是从西方国家流传开的一个侮辱人的手势 非常的不礼貌 不尊重人 一听妈妈的话 宣宝立即乖乖地改成错误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你们不要生二哥的气好不好 他讨厌小日子 我也讨厌小日子 沈老爷子抬手就敲了一击二疯子的脑袋 比赛还没开始 小日子一上场 小家伙就朝他竖了中指 以后再敢教妹妹这些醋鼻的东西 小心你的皮 一听这话 二疯子顿时爽翻天了 小妹干得漂亮 二哥这顿纵美白挨 当天晚上 沈老爷子召集了全家人 准备重新郑重地给小萱宝单发一次奖杯 今天是个好日子 值得庆贺 沈乐萱 五岁零九个月 是我沈家第二个为国争光的人 第一个是沈亦 从小各种平优和保送 国外知名学府多次写推荐信 邀请他去外销做演讲 这都是为国争光的荣耀 老爷子不禁哽咽了一下 然后继续说道 当然 我不恳求我的子孙 都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但你们都做到了 不给国家添乱 不做违法万计的事 我就感到很欣慰了 随后老爷子将奖杯奖金 非常郑重地递到了小丫头的面前 沈乐萱 颁奖典礼上你睡着了 爷爷现在把这份荣耀 重新给你颁发一次 你是好样的 爷爷为你感到骄傲 我们沈家所有人都为你感到骄傲 小家伙乖乖地站好 伸出双手接过奖品 还不忘说了一句 谢谢爷爷 谢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的 不想宣保刚接过奖杯 就将它转手送给了沈亿 哥哥接着 这是补给你的生日礼物 钱钱我交给妈妈保管 我以后会挣很多奖杯送给你 我可以给你送三种生日礼物了 写情书 画画 还有送奖杯 小丫头这话一出 沈亿顿时眼眶一热 小小男子汉差点没忍住掉了眼泪 帮妹妹收着吧 和你自己的奖杯放在一起 以后一起发光发亮 好了 今晚就到这里 大家回去休息吧 明晚六点加宴 谁都不许缺席